Hello 大家好 我是Jason 药剂师 相信大家都知道 Oximeter 血氧液 对吗 很多国家都呼吁 每一家呢 至少一个 Oximeter 可是 有必要买吗 要买的话 怎样买到合格的 Oximeter呢 如何正确的使用 诶 看完这期视频 包你学会 好 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Oximeter 就是这种 Fingertip Pulse Oximeter 基本上它的作用就是发出两道红光 穿过手指头里的血液 来计算出血液里的阳气水平 SPO2 用来估计身体有没有缺氧 同时间也能测量出你的心率 Pulse Rate 那为什么需要聊 SPO2和心率呢 因为如果你确诊COVID-19 肺部会受到病毒感染 血氧可能会变低 然后就有呼吸困难等缺氧的症状 但是就怕有一些人呢 他会不知不觉身体缺氧 却一点症状都没有 这种情况我们叫做快乐缺氧 非常的危险 就怕你发现到不对劲时已经太迟了 所以确诊了 在家隔离 如果我们有 Oximeter 来定时检查 SPO2和心率 就可以避免快乐缺氧这种隐形杀手 好 决定买了 那要怎样买到合格的 Oximeter呢 第一 确保 Oximeter有得到国家卫生部的认证 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是卫生部的MDA管理 所以买之前呢要看一下有没有MDA注册号码 再去MDA名单里对比一下 第二 确保 Oximeter适合你的手指大小 不紧不松 太紧会限制血月的形黄 太松呢它就会脱落或其他关线会进入 所以最好能够直接去药店购买试一下尺寸 第三 查看Oximeter的准确度范围 可以在说明书找到 像我这款呢测量80-100 SPO2指数的Accuracy是加减2 意思就是它测出来的SPO2比如说是96 代表你真正的会是94-98之间加减2 根据美国FDA合格的Oximeter准确度范围最多到加减6 所以加减号码越小越准确 好 已经买Oximeter了 那要怎么正确的使用呢 开始前要先确保五个步 第一 不可有指甲油或夹指甲 所以女生们不要舍不得要洗掉它哦 如果真没办法呢就用脚趾头 那脚趾也有指甲油的话呢 就只剩下下撤把指头撤放 第二 手指上不可有手势和纹身 包括Hena Zetsu 第三 手指上不可以有疤痕 如果有的话呢要换另外一根手指头 第四 周围不可以有墙的光线 不然会影响到Oximeter发出的红光 所以不建议在室外使用哦 第五 Oximeter里头不可以有任何的灰尘和污垢 特别是发出红光和接收的部分 所以这五个步都要做到哦 不然都会影响到Oximeter的准确度 好 现在来开始使用Oximeter 第一步先温暖你的手 确保手指是干的 因为手指冰冷呢或者有水的话 也会影响Oximeter的测试 然后确保你已经休息了至少五分钟 你可以坐或躺着 把手放在胸口与心脏同个水平 或者你可以坐着手放在桌子上 低过心脏的水平 这两种姿势你可以选其中一个 接下来开启Oximeter把它夹在食指或中指 然后手指要伸到最里头 确保红光有穿过你的手指 Oximeter就会自动开始测量 你的手要一直保持不动 至少一分钟 然后注意看SPO2的指数 一旦它保持至少五秒不变 就把它记录下来 如果指数不稳定呢 你可以换另一根手指来试 记录好SPO2我们也记录一下心率指数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哦 用好过后把手指移开 Oximeter就会自动关闭 记得把它交给其他人用之前 要消毒一下 怎么做呢 先把电池拆出来 用酒精擦一遍 再用湿布骂一下 等它刚冷才给其他人用哦 确诊了 在家隔离的那段时间 建议你每天用Oximeter三次 在同个时间 比如说早上八点 下午四点和晚上十点 然后把SPO2和心率指数 都记录在一本日记里 说到这个 我特地亲自为你们准备了一本 Covid-19抗疫日记 里头呢就有Design美美的table 给你跟着时间去填写 每一天的SPO2心率 甚至是体温 若觉得不舒服呢 可以在额外记录 当然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比如说教你如何去解读 SPO2的心率啊 体温多少才算发烧 确染的症状 Covid的症状等等等等 你们只需要点进 影片底下的链接 就可以领取这个超大福利哦 是不是超贴心的咧 还等什么 赶快点赞分享给你的家人 亲戚朋友哦 好 回归正题 这就来教你们如何看 SPO2和心率指数 SPO2 96或以上 心率40到100算正常 SPO2 95或心率101到109 我们就要持续观察 那如果掉到95以下 心率超过110 赶快坐或躺着 然后一小时内再量过 如果还是一样或跟底 马上去急诊室 或者在马来西亚 叫去附近的CAC Covid-19 Assessment Center 然后记得带上我为你们准备的 爱心日记哦 如果SPO2 92或以下呢 马上换个手再量过 还是92或以下 赶快去ANE或者CAC 那SPO2指数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呢 其实不同年龄层的SPO2差不多 70岁以上的人会比较接近95% 那baby和儿童通常是97%或以上 有肺部疾病的人呢 SPO2也会比较低 抽烟的人研究发现 用Oximeter量出来的SPO2 会比真实数据高出最多8% 所以可能出现SPO2假高的情况 给你错误的印象 由于身体正常 所以抽烟的人需要多注意身体的症状哦 那婴儿和儿童该如何使用Oximeter呢 小孩子的手指比较短比较小 所以比较难找到大小合适的Fingertip Oximeter 如果超过30kg或9岁以上的儿童 可以使用成人的Oximeter 使用方法是一样 只是要注意两点 第一 确保小孩子的手指 能一直伸到最里头 宏观能照到 第二 使用的时候 他们的手指不能乱移动哦 然后如果是30公斤以下 或9岁以下的小孩子呢 手指会更加小 所以就需要尺寸小点的 小儿Fingertip Oximeter 或者是带有小儿探头 Probsensor的手持Oximeter 如果都没有的话呢 可以使用成人Oximeter 夹在大拇指或大脚趾上 但是准确度会受影响哦 所以万一家里真的有小baby确诊 我建议直接带去医院观察会比较好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学会了吗 我是Jason 你的药剂师 我们下期见